这种具有一丝暗黑气质的烤品叫烤猪小赌 外表棕红焦脆,惹人食欲 但却装了一肚子中药般的苦水 然而在画周人嘴里,它却是如假包换的妈妈味 美姐可以算得上是画周烧烤界的知名人物 在三十多年前,烧烤还没完全兴起的时候 美姐就开始摆地摊 拳击手套却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肚小肚,所以我也吃肚小肚 小时候呢,可能就经常的这些人就发现包肚肚,胃比较好嘛 觉得很好吃啊,习惯了 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 我决定跟着美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 美姐,昨天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 这个是牛头 猪小肚,我们叫猪小肚 猪小肚 对 猪小肚 就是猪膀胱 美姐,这个膀胱应该怎么挑呢 这个 这个厚一点是吧 哦,确实是手感比较新鲜,比较厚的 硬的 就是软的 这个公猪的不一样 这个母猪的 哦,这公猪的膀胱跟母猪的不一样啊 这个拉小一点 这个要粗一些是吧 这个很脆 所以公猪的要好吃一些 哦,好 脆的粗一点来好吃 哦,还有这个讲究呢 美姐跟猪小肚打了几十年交道 一眼就能变出猪的性别 要想对付这种暗黑食材并不容易 但美姐自有方法 哎,美姐 咱们不是做菜吗 怎么来药店了 这个平衡 要买那个春沙仁做猪小肚 最主要的那个配料 哦,这是做这个猪小肚最主要的配料 对 春沙仁是产自广东地区的一种中药材 表面具有刺状突起 有养胃性皮的功效 在画中 用春沙仁和猪肚来煲汤 是极为家常的做法 而这里说的猪肚是指猪的胃 加入适量白酒去腥 再加入春沙仁一起包制 当略带苦味的药箱穿透猪肚时 这个砂锅里就装满了妈妈对全家人的爱 华州人的养生哲学已经从煲汤向烧烤进发 在美姐手中 猪小肚和春沙仁究竟会有怎样的邂逅呢 尿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对 剪开 把尿管剪开 这样方便它清洗吧 先给它翻过来 我们要拿生粉跟盐来搓 要抓一抓 对华州人来说 春沙仁是家里煲汤常见的配料 略带苦涩和中药气味 将其磨成粉末 与生抽 花生油 蚝油 胡椒粉 一起用水搅拌均匀 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这个味道不合一散发 是要灌满吗 不用太满 三勺子就可以了 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 太满的话 缝的时候不好 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对 像缝衣服一样 对 用针给它缝住 这个尖距还是比较小的 然后这段管是怎么 等一下再拿竹签 发现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烤这个要很久的 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这个就是尖距大一些 然后再跟那个头上连在一块 对 讲好了再下针 因为它不能拔出来 拔出来的话 它就会流掉了 你知道吗 这个手上滑 然后这个针又比较粗 所以真不是想象到那么简单的 你得小心 要不然戳出来 就直接扎到手上 来直接捅过 好 这回就可以了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 有点像个泄气包 急需炭火的鼓励 将木炭烧透 被银色炭灰包裹 此时的温度更适合猪小肚的承受能力 在表面接受火烤的同时 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 当表皮逐渐泛白 冒出气泡 就可以刷上花生油 保持滋润 避免烤糊 这个过程不能求快 每隔三四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 碳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 感觉随时都会有爆炸的可能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 放在这儿烤 不会 不会啊 不会 因为它比较厚嘛 有韧性 对 还真的是 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这个情况很少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的 它就不容易爆裂 是吗 你看这烤了一会儿 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 像一个圆球一样的 是不是 沿着猪小肚最古的地方剪开 料汁喷涌而出 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尽十足 蘸着春沙仁水料 苦涩的味道 让夜晚的街头极具治愈性 头发懵出我们下来的 好友 어 这边的一种 然后我们下来的 而且还有我们下来的 身边 感谢观看